人手一台平板 進入學習歷程 還能給予獎勵回饋 台北市庫克雲系統 累積143萬人使用 幫助學生自主學習 更是智慧教育的最佳示範 台北市引進數位科技 打造智慧城市 還連續10年辦展 吸引550幾家廠商參展 海外參觀人數破1500人 堪稱亞洲最大 這一次展會 我們台北市相關的旅館 有20多家都訂滿 帶動的不只是會展產業 周邊的觀光 旅宿 交通 商圈 全面的提升 智慧城市即晉林城市展 在台北高雄兩地 三個展覽 一共有超過550家的廠商 共使用1950個展位 展出智慧城市 教育 醫療 交通 安房 建築 等各類的智慧聯網的科技運用跟主題 智慧城市展 從林青榮當年擔任台北市副市長時 著手推動 規模一年比一年大 順勢帶動台北觀光旅遊發展 今年中央更主動增加 晉林城市展 期盼和各國交流 完成2050年晉林碳牌目標 從2017年開始 我們就大力推動了智慧城市 城鄉的發展 不管在交通 健康 製造 農業等等 各式各樣的場域 我們運用更多的智慧化的方式 來做提出解決方案 提升生活品質 中央地方攜手合作 協助都市轉型 透過數位整合加速城鄉發展 台北市也預計在2026年 啟用數位內容創新中心 將吸引150家新創團體 引進超過13億的資金協助 期盼能接軌國際 培養數位競爭力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道